孟加拉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 排行世界第四 而印度教虽然是当地的第二大宗教 但信仰印度教在当地人数只有不到10% 最近这两大宗教群体 就因为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支视频 而爆发了冲突 视频显示在印度教某个节庆 杜尔加女神节期间 有人将一本可兰经 放在印度教神像的膝盖上 穆斯林社会一看就怒火中烧 认为这样的举动是亵渎了可兰经 于是他们一连几天都上街示威抗议 为了控制局面 孟加拉警方就出动 甚至在13号晚上 对袭击一座印度教寺庙的500名穆斯林开火 造成至少4人死亡 当地的某位社区领袖就告诉法新社说 已经有两名印度教徒在冲突事件当中被杀害 大约150人受伤 至少80座寺庙被攻击 这一起宗教冲突昨天已经迈入第三天 但是丝毫没有平息的迹象 孟加拉宗教冲突迈入第三天 昨天大批穆斯林聚集在首都达卡 激动地喊着反印度教徒的口号 走上街头示威 要求政府惩罚亵渎可兰金的人士 以尽孝由 为了民众安全 当局派出大批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不料示威者却朝着警方扔拖鞋 钻块等物件抗议 让警方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驱散示威者 期间还有警员用木棍殴打示威者 场面火爆 这场示威造成5名警员受伤 警方也逮捕了至少90人 并表示会将所有主谋缉拿归案